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确实越南排华 你知道我现在在网上看见他们有些跑到哪儿 跑出外边的台湾人 因为打砸抢烧了很多台商 对 他不是对着大陆 他是对着全部华人 全部华人 他们觉得这项是背后有人的 为什么行动模式非常类似 一般就是先到你们厂门口 然后先让里边的越南工人下班都走 走光了之后 一帮人进去 然后就开始打墙搬东西 都搬出去 最后烧厂房 一把火没烧干净了 还再去烧一回 就这么一个模式 对 因为你看越南这个国家 其实我们不难理解这个国家的 站在中国人的角度 其实大致上很多东西跟我们都很像 你这么来理解的话 我们就想象如果不是背后有组织 或者某种政府上的宽容的话 有可能这么大规模的 有这样的一个反华排华的那种暴行吗 不太可能 但是他这个行动 有意思的地方是一开始都说他是针对中国 也珍贵大陆的 因为我们大陆跟他有边界争议 现在南韩闹着的 所以说是针对这个 但是所以一开始台湾媒体就说 是不是砸错人了 应该怎么会砸台商呢 应该你针对大陆就行了 对吧 他那想法就很怪 而且还砸了一些香港的 也砸了一些新加坡的 总是华人就砸 死的那两个工人就是台资企业的 是的 但这里头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 后来也有些台湾学者指出了 说人家没冤枉台湾人 什么叫没冤枉台湾人 首先第一 他这个排华说针对大陆人 其实不太好针对 为什么 不是他分不分得清 因为那个厂都很清楚 谁家的谁家 他们不可能不知道 所以他是有目的的 同时砸台湾厂 第二 大陆在那的工厂非常少 比例上 你想想看我们大陆 我们有需要跑到那去设工厂吗 现在也有 但是没那么多 还是台商为主 还是韩国跟日本为主 而砸台商有个很重要的 韩国日本也给砸了 这也长得像 分不清 但他砸台商有个很重要的理由 就是台湾学说 本来台商在当地的民生就不是很好 就台商的管理 你想象富士康吗 你想象类似那样的一种模式在那边做会怎么样 本身有问题 也有点民怨积累战 我觉得主要的问题还源自于利益 这个排华不是说这次 历史上朝鲜 历史上越南就排华 就是我们上次对越自卫反击战 主要就是因为前面排华 那排华更厉害 所有人都轰出去 你到门口交12两黄金 交不了你就有的就处于急刑 那等于掠夺你财产 因为华人有一个特征 就是华人第一是勤劳 第二聚财能力特别强 就是说我出去穷拉拉的 好多过去的人出去 下南洋的穿不起鞋的人 一代就成富翁就回来了 比如他有一些数据 比如印尼的华人 他只占5% 但他财富占30%以上 那你肯定的 你就变成一个被针对的对象 那么我们华人有一特征 在全世界你到哪看都一模一样 一样的特征 叫扎兔不团结 扎兔不团结 全扎兔 你看到处都是中国城 唐人街 对不对 哪都有 但是你说这些人他并不团结 所以他可以各个击破 你看洛杉矶当年骚乱的时候 针对韩国 韩国那帮人全部拿着枪 背对背的给他拼了 是吧 种旨成城 对 结果他没受什么伤害 倒霉的全是华人 华人的商店挨个都被砸 人都爆头鼠窜 人家以为我们是韩国人 对 所以我们就永远处在这种状态上 近200多年的历史 尤其近100年 东南亚 主要是东南亚的排华史 看得非常清楚 每个国家都排过华 基本上都排过华 就说中国就在越南 中国是越南最大的贸易国 然后但是就说2013年就去年 等于说咱们卖给他们东西 卖了大概有300多亿美金 他们卖给咱们东西 才卖了100多亿美金 所以就存在很大的一个审查 可是这里都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我觉得越南这次 他们有一个策略错误 就很多人都分析 因为我们记得后来不是他们还要举行是全国大规模的反华运动吗 但是被政府镇住了吗 我觉得这就是要一个政府看到之前那一波的砸华人厂商那件事 搞大了有点 怎么搞大 因为我们要了解越南跟中国现在经济上这个关系 除了你刚才说这个贸易有顺差之外 其实我们另一方面还在竞争 竞争什么呢 就是因为中国我们原来叫世界工厂 但这个世界工厂 现在因为中国自己的人力成本上升 环境成本上升 很多这些外资什么都想把厂子往外搬 尤其日本 日本就经历过中国反日之后 他们开始要分散风险 就把厂很多拿到越南去 越南是这几年中国这个世界工厂慢慢地位下降之后 最大的获益者 在这个角度上其实是竞争的 在抢那个工厂 但是中国也不跟他往低端竞争了 越南在抢 这个时候我为什么说他搞砸了 他这么搞一搞之后 吓坏了那些外国厂商 包括日本人韩国人 他们说原来你们动不动能这么搞法 那些本来就是要分散风险 或者说中国贵了 我来你这设厂 尤其台商 那么这时候 你一下这么一搞 会吓坏外资 所以越南政府自己 也觉得不能够让他们这么下去 所以接下来控制 但这里的我要讲一个事 他为什么从来排华 越南当然就像刚才马爷讲的 就过去有排华史 但是越南已经是东南亚国家里面 比较不排华的一个国家 是吗 为什么 因为越南历史上 越南人 华人混进去其实混得相当厉害 过去他说我们的话 过去北越都是我们的领土 我们一直到顺华那个位置 都是我们过去汉代 都是我们的领土 其实是同种同文 但是他就是有一个族叫金族 跟我们不断贴 然后你看到他们的 比如说像几个大城市里面 很多人讲华语讲广东话 我觉得都是中文 对然后你甚至是越南人 他们有点像泰国人 那种混合的程度就像泰国人 他信也是有华人血统 越南也很多这个情况 所以他过去对华人印象并不是太坏 当然他们历史上面的教育 常常说他们怎么被北边的人欺负 如何 我觉得是后来他的民族主义兴起 尤其是越共起家之后 这个民族主义教育很有影响 那这个影响底下 现代民族主义特别强调 就是我们一个民族是一个国家 那所以里面就划分出很多人 好像不是咱们这个民族 除非你百分百规划进来 所以那对越反击战的时候 有些小有些事情特别有意思 我听听一些当年去过战场 一些一些人跟我讲 说当年这样 我们的解放军过去了 一过去那些村子里面 赶紧扯起布条 用油 酱油写上大字 说我们都是中国人 什么 就别搞我们 越南里面村子 好 我们解放军 那时候我们不是打算了撤回来吗 撤回来越南军队回来了 他们又扯布条 就写越南危险 我们都是越南人 就这种情况非常多 越南它 我觉得越南跟我们的很大的冲突 在于它被法国殖民过 所以它是一个很纯粹的法属殖民地 所以它包括服装的演绎 包括建筑 你到越南看到很多都是法师建筑 包括它的家具是法师风格的 它的殖民还算比 吃面包 喝咖啡 对 他想天天喝咖啡 你不是 他过去是南蛮子的地儿 是吧 所以他还是保留了很多西方的东西 同化过它 所以他就对大陆这一块 对我们中国的文化就越来越排斥 他上次的排华 上次排华导致的 那是导致一场局部战争了 是因为他为什么跟你搬车 他就很清晰 毛泽东是1976年去世 77年他开始打面积的排华 老大不在了 然后他在78年年底的时候跟前苏联签了一个合约 顿时他觉得腰杆硬了 他就跟中国在边境上犯欠 结果咱就不客气 当时邓小平非常的坚决的要打过去 打过去 当时我们的国际舆论非常差 你知道有多差吗 全世界只有简不寨一个国家支持 甚至全是反正的 简不寨还因为越南打他 对 爱谁谁 咱也爱谁谁 再哐就打过去了 整打了一个月 结果在所有人都在特紧张的时候认为 中国军队一定要把他们所有的大城市都占掉的时候 他打不过我们 然后咱就撤回来了 就是速战速决 没拖 有点像那时候打印度那样子 就教育了他一次 你知道这次排华的时候 我看越南一高官说他能打北京来 你说不是气人吗 我当时看到这的时候 我说这人我得拉着他走走 我说你能走到北京吗 咱也不是说你打北京来 你知道中国有多大吗 但是他居然敢说这种话 我都觉得他是一种情绪 这个情绪就是利益分配 越南人了 对不起 别说越南人他说他能打到北京 我觉得蛮多越南人会相信当年的时候 为什么 他说现在他打北京来 因为越南在历史上面的确有一些特别的地方 你看他们的历史书 他们给越南人看的国民教育 他很强调什么 他说你看他这个国家 这个小小的地方 他是当年中南半岛唯一顶得住蒙古大军的地方 蒙古将领打到那战死 后来又打垮 打走了法国人 又打走了美国人 对他来讲 马上说我们是跟那种英勇 他就地行 他还挺汉用的 他出来的 对 他不好玩 但是你让他出来 他肯定不可能打 对 他在他自个的地方 你要说打外国 他好像没打败过 那真的是挺厉害 你比如咱们就说 就跟中国这一次 咱们所谓的就是说抗美援朝 你最后就是说你要说赢 也赢得很勉强 打平手 这就是跟美国打平手 但是越南可以说打赢了美国 他就打赢了美国 对 他就打赢了美国 打赢了法国 当然是有大哥帮忙了 但是 你还是很厉害 因为像美国法国这样的国家 他还是怕死 他怕人死到一定数量 他就彻底的虚了 就崩了 没错 我们是不怕的 他也是不怕的 是俩杠头 另外他人多 你知道吗 越南人很多的 没错 越南人9000万 人口很少一个亿了 对 他很密集 他人多 没错 所以人多的人 在那种宅泽的空间里都可以跟你拼命 人越多的地方 他们人的火气都不大 不分男女老幼 对 人自为战 各自为战 对 你知道这次杂工厂的他们注意 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 说越南女人排华暴乱 比男人更凶狠 对吗 越南女人的 你看他这文章说的挺有意思 说其实在越南经济当中 女人撑起半边天 很多越南男人早上第一件事 就骑着摩托车送自己太太去工厂上班 然后太太进了工厂 男人就去咖啡馆喝咖啡 说在越南有很多台商听过一个说法 越南男人是做大事业的 但是一直没找到大事业 然后说 这是说有意思 说女人不但撑起越南的经济 甚至在中越战争中还拿起枪杆子深入丛林作战 凶狠的程度完全不输男性 越南的全民皆兵使我们损失很多兵力 就是一开始军队 因为按照西方人的观点 就是打仗 大家都是要穿军装的 你只要穿平民的 我就不能打你了 越南东西全人批了他 他闹不清楚 美国也遇到这个困难 美军当时越战 所以他就会屠杀平民 或者是什么 他分不清 但是我想想越南其实跟中国 我为什么说算是东南亚国家关系算好 我们想想看胡志明 就是说 越共第一次共产党党代表大会是在香港开的 胡志明是在中国坐过牢的 那时候 胡志明跟我们 跟共产党 跟中国共产党什么关系 你想想看 跟叶靖英多要好的朋友 他越南北越建国之后 那时候有一回 我记得是谁写过 说叶靖英去越南访问 叶靖英广东人 去了之后 然后这边还带着一个我们中国的翻译 我们外交部一个翻译跟着去 要翻译 他讲越南文 我们讲普通话 谁知道 胡志明这时候就跟叶靖英说 但是后来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分崩了 比如说像越南就站在苏联那边 我们就站在红色高棉那边 其实整个所谓对越反击战除了保护华人之外还牵涉到柬埔寨什么这种问题很复杂的时候 其实从这件事上我们还其实有时候需要反思自己的行为 我一开始说中国人扎堆不团结 这也是导致人敢攻击你的一个原因 我去加拿大玩的时候跟他们聊天说 我看他们因为跟他们走 朋友之间互相打招呼 我说你跟他挺熟的 他说不是很熟 就是认识的 我说那看着挺亲的 他说这人都这样 看着亲 其实谁都跟谁不亲 这就是中国人典型的在海外的一个心态 就是互相都不摸 就这人叫什么有时候都说不清楚 到底他是干嘛的 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见面都假装特亲 说一些特别不着调的话 就没用的话 中国就导致大面积的中国人或者说大数量的中国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各自心怀鬼胎 来一个人稍微一挑拨 你们就全乱了 当然咱聊不深 我们上次说过 也跟咱们温哥华那朋友 他也说说在这跟中国人没法聊得深 你要一问 都是人民日报上看过名字 腔腔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觉得越南排华说真的还真的是因为最近些政治上的边界纠纷 因为在当地来讲 他的华人社会跟越南人本地关系向来还是不错 是吗 对 你比如说你看他这次排华 有意思 有一点大家不要忘记 他们很少针对已经在本地的越南华人社团 他有没有去搞唐人街或什么 没有 他集中的是工厂区 工厂区是什么概念 工厂区是你新一批来开工厂的 外来的 他本地的华人社会他没太动 他跟印尼过去的不一样 他这次他我觉得他损失会很大是什么 因为每年还有三百万人的旅游 游客很大的量 现在不敢去 而且中国人出门都是花大钱的 全世界的 咱们仅次于迪拜 闹了半天 中国人这钱就差一点超过迪拜 在旅游上的人均消费 中国在全世界排老二 你别看美国人 他有钱才拿去 他扣着 到哪来 一块钱一块钱 那几个包来 中国人一进去 一摇脑袋 这店这条街什么的都给买空了 我觉得欢迎中国人是很不理智的 但是这一方面 我觉得我们也得反省一下 因为我担心的是什么 现在这种反华的情绪 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有点开始增加 包括在欧洲也好 非洲也好 这不一定是 有的时候 当然是我们游客的形象 不一定人家太接受 那第二 我觉得有时候是我们 就刚刚马爷开讲 我们勤奋赖挠这一点 很多人看不惯 对 我举个简单 比如说像我们去欧洲 你们去欧洲国家 特别是南欧 中国人换了中国家 我叫懒散 但是人家那个日子怎么过呢 比如说礼拜六礼拜天 开商店绝不开门 平常这个商店六点 太阳没下山我就关门 中国人去了开商店 我恨不得搞成是个便利店 七天24小时那么高 然后而且中国人还赚钱真有本领 比如说看那边你卖鞋 我也卖鞋 我就比你便宜 人家本来有个行规的 但我们一来就低价跟人家抢 把市场占去 所以当地人就觉得 你们这样的挣钱法 那太什么了吧 就很看不惯 这只是一个例子 我们小时候 比如说班里 我就发现那种超过大家的标准 自己加班加点 在这刻苦学习 老考成绩还挺好的 大家都挺烦这种人 对 现在就有点这样 一个道理 所以中国人他因为人口众多 他在这个环境当中就必须得有这个本事 要不然你就被淘汰 所以他出去依然是态势 他到欧洲去 那肯定 我今天我去 当时去文庚华书 我就有一感受 我就说 如果全世界没有关卡 没有边防和海关这个事 中国人把全世界的服务业全打败 中国人老板多的财富 还在那天天盯着干这活 是不是 哪像他们的 兜里有两块钱 就不干活了 他就那边待着去了 就花钱去了 他宁愿请黑工 他不找当地的外国人打工 他不给当地人创造就业机会 这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 如果你认为今天的社会是一个竞争的社会 那么西方人的资本主义的200年的发展 已经把竞争给磨平了 现在是一个福利社会 因为竞选 竞选 你给我什么好条件 一人给一点 四十届总统下来 这条件就给嗨了 给嗨了人就不干活 现在在欧洲福利好的国家 基本上干活和不干活都挣一个钱 是 对吧 所以看着咱这勤劳勇敢的生气 生气 你半夜还开门 我儿子上英国说 下了学往他们超市到门口 说还差五分钟 他都不让你进去 没错 所以我买东西 但是你要去了中国人开的超市 那就无人欢迎 就像我在巴黎看见那帮人游行 我说这是为什么游行 他说反对加班 但是我说你别加班不行 不行 说我们反对的是 不但我们不加班 你不能加班 反对别人加班 反对别人加班 公平竞争 对 然后你再看 还有另一种情况 就除了你刚才说 还有用黑工 当然有很多现在欧洲工厂 因为现在很多中国的皮具商 或者是服装商 他为了要给国内市场一个印象 他是欧洲货 他跑到欧洲买牌子 在欧洲生产 他那个厂里的请的 还都是我们浙江老乡 对 然后就不用本地人 然后到了非洲就另一种情况 到了非洲什么情况 非洲有时候也是 那些技术人员当然也是我们本地去了 那么用他们工人 用他们的土地 用他们资源 但是这时候出一个问题 就有时候这个工资 环境 各方面不得当地部落的满意 那么我们过去 你知道在中国办事很容易 我把那个地方官给找来 成了朋友 有关系了 就搞定了 对不对 在当地也这么搞 但是问题是当地 还要 也有点选举 这个你今年搞定了 然后老百姓都很烦说他勾结中国厂商怎么样 然后明年又把他选掉 然后我们再来 这也很复杂的 我是觉得还有时候就说他们为什么会喜欢我们 是吗 因为我们的文化跟西方所有的文化都不一样 不一样 中国人 中国因为首先文字复杂 中国人的思维就复杂 而且你看我也有一种直觉 接下来为您播出文明喜事录 不是一头心 就是说对咱们并不是亲的 是吧 即便是好的时候